大家好 我们都知道假八字 他其实要是当事人认为 这是他的一个八字的话 其实他也会成真 这是之前我们有讲过的 也就是说他认为这个是真的 就算是假的 他也会成真 所以来讲我们要根据这一点 身为一个命理师 这一点来讲 只要你能够让客人认为他真的是这样子 他自然而然就会往那个方向去 所以其实命理师往往有另外一个东西要练 那就是引导的工作 你不能够让客人怎样 你不能够一直打压客人 像有很多命理师 他只学会恐吓这一件事 就是他只去打压 一直打压 结果让客人到最后会放弃希望 一旦放弃希望 这个人他就再也救不起来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所以我们一般在说 当然在来批民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这个人 一定他是处于一个比较低潮的时候 所以你去打压他 当然一定会中 一定会中 我是可以跟你保证的 但是你不能够全盘式的打压 而是你打压到某一个程度 你必须要拉他起来 所以 引导的这一个功夫就会变得很重要 他就会变得很重要 但是 但是其实有很多命理师 其实是引导引导到哪里 你这个要既改 他就是骗人家花钱而已 很多人都是这样 而不是用观念 你要跟他讲说在观念上 他们要怎么去做 要怎么去做 行为上怎么去做 让他能够逐步逐步去让他的八字 跟他的行为能够互相配合 当一旦能配合的时候 他就开始他的八字 其实还是一样那样的情况 可是因为他自己对他自己有了希望 有了信心的时候 他同样的八字 你要知道一件事 同样的组合 他会有不一样的情况 同样的组合会有不一样的情况 所以你不能够只是单单的就一直打压 在我们中国的八字学里面 其实你假如仔细看 其实中国的八字学就缺少了一件事 就是怎么去引导对方 所以在书上 每一个书都是讲的说 论的多准归多准 可是好 让你论准了以后 你要怎么去引导他 两标姐 你要怎么去引导他 你要怎么让这个客人 去信以为真 然后能够照着你的 所讲的去做 这一点 其实才是一个 命里是一个真正的价值所在 我说过了 假八字 他只要认为这是他的八字 对不对 他都会照这个运走 同样的 你怎么去引导这一个人 让他信服 说这个观念是可以的 所以很多很多人来讲 他其实是被 所谓的命里师框架住了 你这是什么客夫命 这是什么客妻命 其实往往并没有这一些现象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框架在他身上的时候 他就整个就 怎样 毁掉了 他就会变成是这样 所以来讲的时候 这一种状况屡见不鲜 为什么 因为毕竟来讲 来找命里师人都是在低潮 对不对 命里师是一门来讲 利用人性低潮时候 很容易趁虚而入的 他是很容易趁虚而入 这时候你会发现到 这个命里师好像是你的这一个神人 你非他不可 一定要他来救你 很多人会有这种心态 但是通常我发现 假如我的客人有这种心态 我一定不想理他 我一定不想理他 我一定会跟他说 就回到现实生活 你以为批个命就会改变什么东西吗 你以为你什么东西都不做 你就能改变吗 所以有一些客人 他把批命当做改运 他以为批了命就会改运 批命不等于改运 所以批了命以后 他都只会怎样 老师我下个月会怎样 然后我下下个月会怎样 我未来会怎么样 他变成只问这个东西 我只会问 你现在怎么样 你东西做了没有 你什么东西都没做 就只是在那边问命 会改变什么东西 就不会 所以其实有很多客人 他就是怎样 客人都有一个问题 他总是认为 他这一定都可以照他所想的去做 其实客人都犯有这种问题 明明就说不行了 他 老师我改变个方向行不行 不行就不行 你改变个东西南北有屁用 是不是 所以这个就是客人绝大多数的问题 就是 就是只想要做他自己想做的事 然后 A不行的时候 看B角度可不可以 简单的讲 叫做脱机取巧 不行就不行 你还吗 改变个方向是怎样 这样子就会可以吗 就命理来讲就不行 对不对 就这样有客人来问我 老师我到底可不可以再经营下去 我当时候就跟他讲了 你就不要做了 结果客人回答我什么 老师我不做 我就没有收入 我跟我老公要做什么 你自己都这样讲了 我都跟你讲说你根本就没办法了 你竟然还这样讲那就算了 到最后 真的他说老师真的不行了 那真的有办法吗 我说你就卖掉 不然怎么办 你本来就没有任何可以进攻的空间了 你何必要执着呢 何必要执着呢 更何况又不是一个 又不是一个什么超大企业 对不对 超大企业 上市公司都很有可能 一个不注意 整间公司都垮掉 更何况是一般的小老百姓 所以以来讲 很多客人他具有这一种状况 到那时候你会发现 那个客人都会发现到 我的态度会变成强硬 因为前面我是不太想理你们 为什么 因为命理师不介入你们的生命旅程 我只是作为一个 什么 一个顾问而已 一个顾问就是说 你们的一个未来一个规划 我会先给你规划好 你这样子去做 你财运怎样 你的财运官运是怎样 我会让你知道 你要根据这一个你的运程 你下去去做你自己的一个情况 我也会跟你建议说 是不是适合在工作职场 还是在商场 这些我都会讲 可是偏偏客人就怎样 本位主义 本位主义 所以说他就认为说他自己一定都是对的 你一定都对的 你来找我干嘛 我讲的话你又不听 然后到最后只会东问西问的 当然我就妈的火大 你知道吗 像有客人也有这样 我知道他去年很差 然后他其实整个大运 去那种去年 那个还算好的而已 好不容易碰到两年 是会比较强的 这时候他内心又开始了 老师 我后面的运程会怎样 我只希望能够赚到钱 能够怎样 我就说你根本就贪嘛 你明明就知道你经营就不行 你还想要赚到钱 赚到生活费 就是贪嘛 他就说老师 跟去年比起来会怎样 我说 你去年已经赚不到钱了 这两年你还好运 还勉强可以 你后面的运程 全部都比去年还差 所以一听到这时候 为什么我要这样子 直接去跟他戳破 很简单 客人都说我会改 我会改 到最后都是怎样 靠个投机的心态 什么叫投机的心态 老师跟那一个最差的那一年 比起来我到底会不会比那时候还好 对不对 他就是要抱持着一个投机的心态 还不是要想要赚钱而已 就这样子 问题八字 没给他机会 因为他天生就不是做生意的料 那时候还只是和财 和财 只是财消失而已 后面全部都破财 你要怎么玩 对不对 你要怎么玩 所以直接跟他讲明了 让客人了解到 自己就不是那一块料 这是凭着运程而已 对不对 假如是那一块料的话 早就赚钱 不知道赚到哪里去 所以来讲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会给客人 就直接给他当桶棒喝 让他了解 刚开始我还会好好的跟你讲 但是你不行动的时候 因为我们前面我说过命理师 他是不介入别人的一个生命旅程 我只是跟你讲你会怎样 可是你都一直 只是追问、追问、再追问的时候 当然我给你当桶棒喝 你一半敲、敲昏再说 对啊 你要实话 我就讲实话 对不对 那个态度会好吗 当然不会 因为我认为你不会改 对不对 不会改的人才会一直在问 一直在问 会改的人 老早就赶快 我现在要做什么 我现在要做什么 赶快去做 老师 我这一方面做的还不够 是不是还可以再怎样加强 有行动的人跟没有行动的人差很多 问的问题也完全不一样 所以各位 我们了解到 客人会不会改运的一个状况 是在于行动力 我说过了 甲八字也会成真 因为他认为他是真的 所以 我们要怎么去引导客人 能够让他 他能够认为他真的有办法去改变 假设我们做得到 我们确实很 就是我们的功夫很到位 但是我们也要记得一个原则 就是我们也不宜介入客人的生命旅程 毕竟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一个运势 这时候他的运势就是要这样走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怎么劝也没有用 真的 就是他会变成只是单一一直追问 你直接就给他戳破就好了 不需要留什么情面了 对不对 人家讲的改运在行动 你连行动都没有 只会动嘴巴而已 有用吗 对不对 所以很多客人 为什么 他批完命以后 他反而不会改运 很简单 就动嘴巴而已 总是想要说 我做一样的事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你现在做的事就是要让你衰运 你做同样的事 难道会变好运吗 不可能 就一样照衰下去而已 对不对 看你有运的时候 会不会碰到某一个跟你八字很合的 然后你听他的话 而做了不一样的动作 改运了 就只有这样子而已 所以以来讲 并不是 我也老实讲 就是说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跟你合 所以你也不要想说 你懂八字 你可以救到所有人 不太可能 八字不合就是不合 不可能 你懂 你什么人都可以算 然后大家就听你的 不可能 也有反对你的 所以来讲 对于这一种事的时候 当然在引导的部分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也有一些人就是完全 完全 就自我为中心的 那你也没有办法 那就放他去 他假如还在一直问一直问 就直接老实跟他讲 就很烂就对了 你就不要再问了 你不改就是这样子而已 甚至更差 就是这样 他假如很不爽的话 就算了 本来就是这样子 你不要去介入 因为有一些客人 他只想要听他自己想要的答案 就是有这种客人 你想要答案 你不会天天自己在那边讲给自己听就好 还要别人跟你讲 对不对 找安慰 对不对 这一种的就算了 身为一个命理师 我们所做的一个职责是告诉他 他的运程会怎么走 他的运程会怎么走 然后我们要去加强我们自己引导的功夫 因为 说不定这个客人会因为你的一句话 他改变了观念 他认为是这样子的时候 他就超着那个方向去了 说不定就因为你的一句话而救了这一个人 同样的我们也要小心 可能我们的一句话就害了这一个人 所以身为一个命理师在引导的这一部分 是一门另外一门 我们要去学习的技术 这是我们另外一门要去学习的一个技术 但是记得一件事 客人有他自己的命运 他假如不听你的 那也无所谓 就随他而去 毕竟命运是他自己的 不是我们 一定说可以去帮他扭转 不然的话 怎么批命会准呢 就是因为命就是他自己的 我们没办法扭转 我们只是建议以后 看能够不能够加点分 或减点分就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 尽量把我们命理师的一个职责 就是 他后面的一个运程 还有怎么去引导他 让他去走对他有利的方向 这个是我们的职责 但是不见得 不见得他客人就一定会照着你的要求去走 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命运 所以命理师的另外一个原则就是 不介入别人的生命旅程 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就这样子 所以只要事实的给他当头棒喝打下去 这样就行了 假如你觉得很烦 一直在问你 一直在问你 就一棒给他打下去 对不对 就讲话不必留情面 该怎样就怎样 这样子让客人去了解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 大家下期再见 拜拜